对于那些无法自然受孕的夫妇来说 人工受精技术是他们的福音 但是这项技术也难免失败 二号英国诺丁汉生育护理中心宣布 他们采用全套染色体分析技术 进行体外受精的试验获得了成功 这一新方法帮助一名数次受精失败的英国妇女产下了一名男婴 医生抱着的这名男婴取名叫奥利福 奥利福的妈妈此前曾接受过13次人工受精 但是都没有成功 今年初她在诺丁汉生育护理中心 接受了人工受精检测技术筛查后的受精卵移植术 并且成功怀孕了 专家指出此前的人工受精技术并不能保证卵细胞受孕成功 因为此前的技术通常是将备用的数个卵子冷冻 在显微镜下用比较精英的方法来检测受精卵或者胚胎 以便找出主要的异常染色体 但是如果没有发现异常染色体 孕妇就会流产 这次采用的新技术 首先利用激光在卵细胞的外细胞膜上切一个小口 从这里医生可以得到包含23条染色体的集体 然后医生将使用计算机检测技术来检查所有染色体 以排除异常染色体 在英国每年大约有6000对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通过人工受精而洗得贵子